杀人的胆子 接不接 这是王诚找到我时 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说这话时 他脸上始终笑眯眯的 看得出来是个狠人 我学刑侦出身 不适应体制内的工作 毕业后自己去外面做培训讲师 后来培训业不景气 我丢了工作 之后在一位贵人的协主之下 开了这家小型调查公司 贵人出钱做幕后老板 我负责业务 王诚是我的最后一个客户 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天认识王诚 我以前见过他 但见王诚之前 老板叮嘱过我 不能告诉他 王诚跟我开口时 我险些以为他认出了我 我握着咖啡的手 不由意尽 但多年锻炼出来的心理素质 还是让我冷静下来 我假装不经意的打量着他 从他的眼神里确认了 他并没有认出我 这时 我开始思考他问出的问题 作为一名私家侦探 我没有明确的调查范围 只要给钱 什么都能查 但不是什么都干 这种杀人放火的买卖 我是坚决不会碰的 听到他这样的开场白 我摸不清楚他是开玩笑 还是认真 我假意离开 王先生 我是个侦探 不是杀手 王诚赶紧叫住我 说刚才那句是开玩笑的 接着他继续笑眯眯的跟我说 我老婆出轨了 做我们这行 查得最多的就是出轨桌间之类的单子 显然王诚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 我见过最夸张的一个 气得徒手把我两公分的办公桌砸出了一个洞 但王诚是最奇怪的一个 他不气愤 不恼怒 脸上始终挂着一丝微笑 那种感觉就好像在商量中午吃什么 看起来甚至还带着一丝狡黠和期待 纵然是见过这么多变态的我 也不由心声一斗 我偷偷给老板发消息 接吗 见我迟迟没有回复 王诚以为我不愿意接 他继续问道 桌间的单子都不能接啊 这时老板回复了我的信息 接 于是我点了点头 示意王诚继续说下去 我跟我老婆结婚七年 没有孩子 他现在在外面养了个小白脸 我很生气 他脸上依旧挂着笑 从他的表情里 我没有捕捉到任何跟生气相关的细节 帮我找到他出轨的时证 必要的话 我不介意你对他拍任意尺度的照片和视频 需要再核实一下吗 我之所以这么问 是以前手头确实闹过那种查了一两个月 发现对方根本没出轨的乌龙 王诚很笃定的说 不用证实 他肯定出轨了 接着又补充了一句 就算没有出轨 也要让他出轨 我仔细回味着这句意味颇深的话 更加确信 眼前这个男人绝对是个狠角色 不过作为一名侦探 我只需要把事情查清楚 其他的不归我管 事成之后 我给你二十万 比我平常的报价多出很多倍 我没理由不接 王诚按规矩 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 里面是定金 以及被调查人的照片和基本身份信息 之后 两人愉快握手 这个单子 就算是接了下来 正是这个处处透着反常的单子 险些让我万劫不复 可价格太过诱人 让我完全忽视了其中的凶险 王诚走后 我打开了牛皮纸袋 开始分析被调查人的信息 娄潇潇 女 三十五岁 城楼投资公司执行总监 照片上的女人身材曼妙 看着比十几年龄年轻了不少 王诚给的信息很全 学历 籍贯 住址 人际关系 作息规律 生活习惯 常去场所等等 要什么有什么 视线描到页面底部的时候 我发现资料上竟然还标注了 娄潇潇的三维 以及内衣尺寸 不知道王诚写这些是出于什么目的 虽然费解 但我没有深究 做我们这行的就是这样 不该问的永远不要多问 不管王诚有什么目的 我都只需要完成属于我的调查工作 将证据给到他 最后结算完尾款就行了 我在昏暗的工作室里 写上了娄潇潇的名字 贴上了他的照片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我所有的工作和生活 都将跟这个女人紧密相连 这个周期可能很短 也可能无比漫长 这取决于娄潇潇 什么时候露出破绽 第二天一大早 我蹲守在了娄潇潇所在的小区门口 王诚为了更加方便我调查娄潇潇 这段时间特地找了个借口去外地 不跟娄潇潇一起住 娄潇潇的座架是一辆红色迷你 通过王诚给的资料 我牢牢记住了车牌号 早上八点二十三分 娄潇潇的红色迷你 从小区门口驶出 我赶紧跟了上去 车子行驶了半小时后 停在了南门大厦楼下 我知道 这里是城楼投资公司所在地 娄潇潇上班的地方 娄潇潇没有进门 而是静止进了旁边的星巴克 几分钟后 他拿着一杯咖啡从里面出来 我赶紧也钻进了星巴克里 我说 你好 给我来一杯咖啡 和刚刚那名女士一样 服务员卖给我一杯美式 又苦又涩 娄潇潇从星巴克出去之后 就进了写字楼 他们公司我没法进去 我进了对面一家书店 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刚好可以随时盯着公司大楼 除去中途短暂休息和吃饭上厕所的时间外 我几乎一整天都守在南门大厦的对面 下午五点半 楼潇潇拎着包从大楼出来 开车直接回了家 借助望远镜以及王城的指引 我找到了他们家所在的18楼套房 晚上11点 娄潇潇家里的灯光熄灭 应该是睡觉了 这就是娄潇潇完整的一天生活 经过连续两周的跟踪 我对娄潇潇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拆解 她的生活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工作日8点20分左右出门 到公司之后买一杯美食咖啡 然后去上班 下午五点半准时下班回家 周末在家睡懒觉 逛街登山练鱼家去图书馆看书 人际关系更是纯粹 这两周的时间里 除了同事以外 只跟她闺蜜见过几次 她几乎没有多余的社交 连最基本的工作应酬都不参与 她身边连个异性朋友都没有 更别说陌生男人了 这几年 接过无数捉奸的单子 也见过无数出轨的女人 但是像娄潇潇这样的 我还是头一次见 我甚至开始怀疑 娄潇潇根本没有出轨 只是王成自己想多了而已 我开始思索着 如何跟王成交差 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 老板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 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蛇出洞了 终于 娄潇潇按捺不住了 第三周的周二 我照常蹲守在小区门口 等着娄潇潇出门 之后是按部就班的去公司 买咖啡上班 五点半 娄潇潇下班像往常一样 从大楼里出来直奔停车场 我脑子里迅速浮现出 每日重复的画面 娄潇潇上车 朝北开半个小时 到家 我一路跟随 我以为又是一无所获的一周 就在这时 变数发生了 娄潇潇把车开出停车场以后 并没有继续朝北开 她掉了一个头 往南市去 我马上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启动车子 不紧不慢的跟在她后面 十分钟之后 娄潇潇和她那辆红色mini 停在了一家咖啡店门口 咖啡店不大 为了避免被发现 我不敢贸然跟进去 但好在 咖啡馆装的是落地玻璃窗 我在外面透过玻璃 可以清楚的看见娄潇潇 娄潇潇刚坐下 一名年轻男子 从咖啡馆进去 静止坐在了他那桌 果然目标出现了 我赶紧拿出相机 放大焦距 悄悄对准了他们 只要他们有任何愉悦之处 我立马就会拍下来 果不其然 两人相谈甚欢 那名男子显然对娄潇潇有意思 在聊天期间 多次有意无意的 做一些接近他的小动作 可尽管如此 两人还是全程没有任何接触 由于隔得太远 无法听清楚他们聊了些什么 我决定啊 兵行险招混进咖啡馆里去 奇料 我刚下车 远处的楼潇潇突然起身 似乎准备离开 我怕被发现 慌忙掉头往车里钻 就在这时候 那名陌生男子 张开双手 朝着楼潇潇 做出了一个拥抱的动作 果然楼潇潇的真实面目 终于要暴露了 我本能的举起了相机 对准了他们 静静等待着那一刻 然而 楼潇潇转过身 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陌生男子 愣在了原地 我也愣在了车前 我无法确定 这名男子 是不是就是王成说的出轨男 但是作为丁梢了这么久以来 楼潇潇唯一死下接触的男人 我觉得这个男的跟他的关系 肯定不一般 我决定跟踪这名男子 我刚启动车子 却看到楼潇潇似乎接了个电话 又返回了咖啡店里 换了个座位坐下了 他还在等人 我当机立断 一脚即杀 又将车倒回了停车位 十分钟后 我终于见到了楼潇潇等的人 一个此前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二十多岁的女孩 看到来人后 我有些后悔 觉得刚才 还不如去跟踪离开的那名男子 女孩进去之后 也是坐在了楼潇潇那桌的对面 我随手拍了几张照片 用来记录楼潇潇的社交轨迹 两人在里面聊了很久 楼潇潇的脸上 竟然挂上了久违的不易察觉的微笑 临走的时候 楼潇潇不仅主动抱了抱那个女孩 还送给了她一束鲜花 楼潇潇难得这么开心 竟是跟一名女孩 难不成楼潇潇的出轨对象是 我去 现在的高管们都这么野的吗 经过调查后 我知道了这名女孩名叫露露 此前在楼潇潇的公司工作过 从那天的情形来看 露露跟楼潇潇的关系 似乎非同一般 因此 我决定从这个名叫露露的女孩身上下手 然而 跟踪这名女孩几天之后 拍到的画面 震惊到了我 这一次 我必须当面找王城聊聊 我给王城打了电话 约了见面的地点 一见到她 我就递给她一张照片 王总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照片里 王城和露露激情的拥吻 王城收起了原先淡定不惊的微笑 有些恼怒 我他妈让你插楼潇潇 你插我干什么呀 王总 你误会了 我无意窥探你的隐私 只是查这个女孩的时候 刚好查到了你那 你查她干什么呀 因为楼潇潇 楼潇潇 她发现露露了 也许啊 更糟糕 所以 请你务必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 我才能给你有理有据的正确分析 王城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 叹了口气 点了点头 半年前 我发现楼潇潇出轨 正是最郁闷的时候 刚好那个时候 做我秘书的露露 对我嘘寒问暖 格外关心 一次酒醉之后 就顺其自然 睡到了一起 王城抽了口烟 继续说 这件事情 虽然是楼潇潇有错在先 但我心里呢 总是有些愧疚 所以之前就没跟你说 男人嘛 总有经不起诱惑的时候 尽管这段临时编的说辞 错漏百出 但是我并没有揭穿它 毕竟它是雇主 它没有必要把一切对我河畔拖出 露露跟楼潇潇认识吗 不认识吧 潇潇不管露露所在的那个部门 你确定 王城迟疑了一下 我今天来 不是想挖你的隐私的 只是有件事情 我不得不告诉你 什么事啊 我从公文包里 再次拿出了一张照片 是那天楼潇潇和露露 在咖啡馆见面时拍的 这 就算他们认识 这能说明什么呀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一种可能呢 也许从一开始 露露就是楼潇潇 故意派来勾引你的呢 我拿出了一支录音笔 按下了播放键 里面传来了一段 两个女人的对话 小小姐 我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了 王城 上钩了吗 上了 咬得死死的 先稳住他 还没到时候 什么时候动手 到了合适的时机 我会叫你的 听到录音以后 王城的脸都绿了 我从来没见他这样愤怒过 他一言不发的离开了 眼睛里闪烁着熊熊火焰 当天晚上 王城给我发消息 一分 你继续查 王城就这样干脆利落的 把露露甩了 我没有告诉王城 从那以后 露露跟楼潇潇 再也没有见过面 几天后 那晚的陌生男子 再次找上了楼潇潇 这名男子名叫小鸡 长期混迹于夜店 酒吧 KTV等场所 这应该啊 是个外号 经过多方查探 我最终找到了 他身份证上的真实名字 王琪 这边的方言里 鸡和琪的读音 有些相似 兴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才被叫做小鸡的 姑且 还是叫他小鸡吧 这一次的见面 楼潇潇显得很坦然 直接跟小鸡明目张胆的 去了南门广场 那是当地最大的一个商场 我进了商场 远远的跟着他们俩 始终保持一个 不会跟丢 也不会被发现的安全距离 楼潇潇 似乎心情很不错 在商场逛了好几个小时 衣服 鞋子 包 化妆品 耳环项链 家居装饰品 见啥买啥 之后还去了一趟超市 买了一大堆日用品 零食 水果 饮料 扛了一大堆东西 我看到跟在后面 提东西的小鸡 上气不接下气的 估计离累死 就差最后一口气了 纵然如此 小鸡还是保持 抢言欢笑的样子 这年头啊 当个被包养的小白脸 还真是不容易 别说 他提了那么多东西 我什么都没提 光是跟着他们在商场逛 就已经走得脚酸了 这娘们太能逛了 逛了几个小时之后 娄潇潇 终于掩齐西谷 领着小鸡 往电梯方向走去 之前他们逛街 走的都是扶梯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 娄潇潇这个细微的动作 应该是准备去地下车库了 我赶忙敲声的跟了过去 我调查过 小鸡成天的混日子 连温饱都成问题 是没有车的 到了车库之后 他们就直奔 娄潇潇那辆红色迷你 我远远看见 小鸡把大包小包的东西 放进后备箱里 娄潇潇 示意她坐到了驾驶室里 小鸡开车 把娄潇潇 送回了小区门口之后 不知为何 娄潇潇并没有让她进去 而是直接让她下了车 两人交谈着一些什么 由于隔着太远 具体内容我听不清楚 几分钟之后 一辆车子停在了他们前面 应该是打的网约车 娄潇潇正要回自己车上时 小鸡突然叫了她一下 娄潇潇停住 小鸡迅速把她拉过来 一把抱住了她 两人相敬如宾了一整天 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 我的相机一直拿在手上 将这一幕拍了下来 这时我基本确定 小鸡就是王成要找的 那个出轨对象 接下来 我只要将调查重点 放在小鸡身上 就一定能找到 更直接有效的证据 但我万万没想到 这一次我搞砸了 小鸡成了我第三个跟踪对象 比起娄潇潇的简单重复来说 小鸡这货的生活复杂的多 她逛酒吧 逛夜店 频繁出现在一些高档KTV 当然不是以顾客的身份 小鸡这种人 说好听点叫做没有正经工作 说难听点 这就是个混混 而且我还查到 在认识楼潇潇之前 小鸡跟好几个夜场女孩 关系密切 典型的烂情 这些呀 都是在认识楼潇潇之前的经历 怎么看 小鸡也不像是楼潇潇 这样的都市利人会看上的男人 尽管楼潇潇 并没有对小鸡很热情 但是两人见面频率 确实是越来越高 难道楼潇潇 真的只是图她年轻吗 这个逻辑 看似合理 却并没有说服力 以楼潇潇的身份 和地位来说 包养一个高质量的小白脸 完全没什么难度 只要她愿意 她应该会有很多选项 但她最后偏偏选了这个 显然看起来 不怎么靠谱的选项 而小鸡这边 为了跟楼潇潇在一起 她竟开始洁身自好 据说呀 都断绝了与之前那些女孩的联系 突然开始收拾起自己的仪容来 夜店和酒吧也去的少了 看起来似乎是铁了心的 要跟楼潇潇在一起 一副浪子回头的样子 二十多年形成的陋席 不可能说改就改 这太反常了 为了进一步查清楚 小鸡跟楼潇潇的真实关系 我必须了解更多关于她的消息 小鸡的人际关系虽然复杂 但是身边呢 都是一群狐朋狗友 说白了 只要给点钱 分分钟就能把她给卖了 我在她以前常去的那个夜店里 找到了一个据说是她好哥们的小年轻 小年轻染着一头黄灿灿的头发 大家都称她小黄毛 我递给小黄毛一根滑子 又请她喝了两杯酒 跟她拉家常 两杯酒下肚 小黄毛的话匣子可就打开了 脏话满天飞 唠了半天美女之后 见时机成熟 我试探性的问她 你跟小鸡熟吗 小黄毛说 小鸡啊 熟啊 熟得很呢 之后都是一大堆废话 全是我之前查到过的内容 直到她跟我说 她是从乡下来的 没读过什么书 她之前呢 老喜欢跟我说她的家乡 是个什么什么 天水村 谁要听她说这些呀 听到这 我本能的警觉起来 天水村这个名字 总觉得在哪听过 直到老板给我发了那条消息 我才恍然大悟 醍醐灌顶 夜晚 在小鸡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我躲在暗处 戴着个遮脸的全包帽子 手里拽着个麻袋 等小鸡一出来 我迅速用麻袋 套住了她的头 小鸡意识到不对 想要逃跑 已经来不及了 别动 我手里的美工刀 抵在了她的脖子上 她马上认怂了 大哥 大哥 饶命 饶命 你要什么呀 我全都给你 我在她身上搜了一圈 只搜出一些零钱 一个安全套 以及她的手机和身份证 我夺过她的手机 冷冰冰的甩给她两个字 密码 她颤抖着声音 告诉了我密码 我打开她的手机 翻阅了最近的通话记录 和微信聊天 果然 最近联系人里面 除了娄潇潇之外 还有一个微信名 叫城池的男人 那是王城的微信名 我老板那天给我发的消息 只有两个字 王城 小鸡和他来自同一个地方 微信聊天记录里 全是王城教他怎么对娄潇潇 投其所好 一步步讨好他的方法 啊 查了半天 又查回王城身上去了 搁这儿逗我玩呢 我怒气冲冲 正想掏出自己手机 给王城打电话 这时 我在小鸡的手机里 看到一条极其醒目的聊天记录 王城问他 杀人你敢吗 王城刚见到我时 也和我说过类似的话 继续翻聊天记录 我才知道 王城比我想象中更阴暗 他跟我说的那句话 根本就不是开玩笑 此时我才明白 王城花高价找我 压根就不是想要我去给他查什么出轨证据 他是想玩死我 王城是农村出生的 就是俗称的凤凰男 小鸡是他的足弟 楼萧萧此前并没有见过 他老早就安排好了 让小鸡故意接近楼萧萧 又让我去跟踪他 但他给小鸡安排的计划 根本就不是让小鸡勾引楼萧萧出轨 而是准备让小鸡在恰当的时机杀了他 至于我 由于我一直在跟踪楼萧萧 如果他死了 我将会是最大的嫌疑人 而他这段时间之所以故意频繁出差 根本不是像我之前想的那样 给楼萧萧和小鸡制造机会 他是在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 他早就设好了陷阱 等着我钻进去 到时候我将会成为替罪羔羊 而他就可以在楼萧萧死后 合法继承他所有的家产 整个计划安排周密 要不是我及时发现 肯定被他阴谋得逞了 我心里不由生起一阵寒意 为即将香消玉允的楼萧萧 感到不值 我拍下了关键处的聊天记录 发给了老板 被蒙着头的小鸡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忐忑不安的说 大哥 手机你拿走吧 求求你 放过我 谁他妈要你手机啊 我就看一下你里面有多少钱 之后 我狠狠催了一口 假装失望的说 妈的 又是个穷鬼 我把手机扔回给了他 扬长而去 如果拿走他的手机 万一被王成知道了 必然会打草惊蛇 通过王成与小鸡的聊天记录 我已经知晓了他们大概的计划 王成给小鸡定的日期是10月16号 虽然不知道他们会具体怎么执行 但我相信 只要我在那天严防死守 一定可以万无一失 我绝不可能让他得逞 10月16号 娄潇潇的生日 这也是王成和小鸡 决定对娄潇潇下手的日子 我打起12分的精神 全天都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中 这天是周六 按照娄潇潇往常的作息 他应该会到中午才出门 然后约上闺蜜 一起去逛商场 但很显然 这充满纪念意义的一天 已经被蓄谋已久的小鸡 杰足先登了 刚过午后 小鸡就在小区门口等娄潇潇 之前一直觉得 小鸡不进小区 是因为娄潇潇有意疏远他 看了聊天记录之后 我才意识到 也许从一开始 小鸡就在有意的躲开小区的监控 免得将来查到他的身上 这肯定也是王成早就交代过他的 一整天 我都小心翼翼的跟着他们 生怕出什么差错 这天呢 娄潇潇并没有开自己那辆红色mini 而是开了王成的那辆白色奔驰 除此之外 似乎一切正常 小鸡陪着娄潇潇逛商场 如往常一样 买了一大堆东西 去一家日料店 吃了顿晚饭 他们晚饭吃的比较晚 时间又长 小鸡还精心给他准备了烛光晚餐 等他们从日料店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十点多了 在娄潇潇的作息规律里 这已经是他回家最晚的一天 看着小鸡开着那辆白色奔驰 从商场的停车场出来 我悄悄跟了上去 按照往常的规律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车子会停在娄潇潇的小区门口 然后小鸡打车离开 可今天并不是寻常的一天 我在脑子里盘算了无数遍 依旧无法预料到 小鸡会在什么时候 对娄潇潇动手 前面的白色奔驰在转角时 我看见车里的娄潇潇 眼神迷离的摊在副驾上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是又说不上来 车子开到小区门口之后 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而是直接驶入了地下室 没过多久 我手机屏幕里 摊出王城发过来的消息 娄潇潇和监夫在地下室偷情 你快过去 此前 王城以方便查探为由 给过我这个小区的门禁卡 但我只能自己进去 车子进不去 我暗叫不好 赶紧把车停在一边 进了小区 奔向地下室 看到王城的消息 我终于知道车上的娄潇潇 哪里不对劲了 他眼神迷离 像极了喝醉酒的样子 但据我掌握的信息 娄潇潇对酒精过敏 他从不喝酒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 小鸡给他下药了 他今天一反常态 开着娄潇潇的车进了小区 加上王城诱导我去地下车库的那条消息 基本可以断定小鸡要对娄潇潇下手了 我急忙跑向地下室 找到娄潇潇家的停车位 但这里什么也没有 没有娄潇潇和小鸡 只有娄潇潇那辆 今天没开出去的红色mini 这里本来应该停着那辆白色奔驰 我逐渐慌张起来 有种不祥的预感 涌上心头 千万不要出事 千万不要出事 我一边在心里默念 一边大脑飞速旋转 这两个车位正对着监控 小鸡把车开进来之后 一定会找一个监控死角 我像个没头苍蝇似的 在地下车库里 慌乱的寻找着 这时 远处的角落里传来一声啊的声音 我赶紧寻着声音 奔跑过去 只见车库的角落里 娄潇潇倒在了副驾上 一旁的小鸡正拿着一把带血的匕首 干什么 小鸡见来了人 慌忙逃窜 我正要追上去 倒在车里的娄潇潇叫住了我 别追了 他跑不了台 快送我去医院 我松了口气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娄潇潇说 哪有那么容易 我根本没和他给的水 之前我是装的 你差点连我都骗过去了 还是疏忽了 被他刺了一刀 幸亏你来得及时 别说了 我送你去医院 此时我并没有注意到 远处的角落里 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我们 我坐上奔驰的驾驶座 刚启动才开了几米 突然爆胎了 乌漏偏逢连夜雨 娄潇潇说 开我的车吧 说完 他把他的车钥匙给了我 看着地上把车胎扎破的钉子 我总觉得好像是有人故意的 但是时间紧迫 娄潇潇的伤势要及时处理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扶着娄潇潇 回到他家停车位那里 我找到了那辆红色迷你 跟了这辆红色迷你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开上这辆车 出了小区之后 我直奔最近的医院而去 大半夜的没什么人 由于娄潇潇的伤口一直在流血 我急着送他去医院 就开的比较快 但总觉得这辆车不太正常 似乎有点轻飘飘的 到了红绿灯路口的时候 我把脚搭在刹车上 却发现车子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而此时 一辆航向的大货车 正从右往左急驰过来 娄潇潇大喊 刹车 刹车呀 我知道 但是刹车好像坏了 按现在我跟大货车的速度来算的话 我必然跟他相撞 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赌一把了 来不及思考 我牙一咬 猛的朝油门踩去 迷你与大货车擦了过去 因为速度太快 撞上了路边的护栏 妈的 千算万算 百密一疏 万幸的是 货车只撞了红色迷你的车尾 在安全气囊的保护下 我和娄潇潇只受了点轻伤 没有生命危险 我挣扎着 从车里爬出来时 娄潇潇指了指顶上的行车记录仪 我不解的看了看他 娄潇潇说 行车记录仪 我专门改过 停车时 也能工作 我心领神会 赶紧打开后盖 把内存卡取了出来 在医院处理完伤口之后 娄潇潇就迫不及待的联系了律师 起诉了王成和小姬 王成为了杀死娄潇潇 准备的周全程度远超我的想象 为了避嫌 他以出差的名义将娄潇潇一个人留在家里 但他并没有走远 早在前一天晚上 就偷偷潜入地下车库 破坏了娄潇潇车上的刹车 到了第二天 王成便给娄潇潇打电话 以帮他加油的名义 让娄潇潇把他的车开了出去 小姬动手时 他一直躲在地下车库的角落里 在小姬失手逃跑之后 他借着事业盲区 故意在路上撒钉子 让那辆白色奔驰爆胎 好让我们不得不改开娄潇潇的红色迷你 之后就有了外面的车祸 娄潇潇的行车记录仪上 完整记录了王成破坏刹车的全过程 加上各种监控 小姬的聊天记录 以及这段时间 娄潇潇自己留下的证据 最终王成和小姬因蓄意谋杀未遂 被送进了监狱 从法院出来的时候 娄潇潇面色沉重 他默然地对我说道 这世上最可怕的 莫过于人心呢 现在你信了 我一直很相信你的业务能力 但你之前跟我说 他想杀我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你判断错了 我跟他结婚七年 七年呢 是我一路扶持着他 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 坐到城楼投资公司董事长的位置 要是没有我 他什么也没有 他怎么下得了手 我注意到娄潇潇的背 在微微颤抖 我的手心也在抖 在与王成的博弈中 尽管我们步步为营 却还是险些坠入万丈深渊 我安慰他 我知道你一直在给他机会 是啊 哪怕你拍到他和露露 在一起的照片时 我依然心存侥幸 还妄想将他劝退 他安排王岐在我身边 我就陪着他演 就是想看看 他到底想干嘛 我心想着 不就是想离婚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我万万没想到 他是想要我的命 娄潇潇坐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 痛苦的低下了头 请节 老板 娄潇潇是我的老板 他跟王成结婚七年 一路扶持着这个男人 从一贫如洗走到今天的地位 两人合伙开了家投资公司 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个字 名叫成娄 虽然娄潇潇是主要出资人 但他还是把董事长的位置 让给了王成 自己做执行总监 几年前 成楼投资公司遇到一起投资纠纷 娄潇潇通过朋友的关系找到我 帮他们调查关键信息 那次的合作很圆满 娄潇潇看中我的能力 见我失了业 便出资让我开了这家调查公司 他出钱 做幕后老板 我负责业务 我见过王成一面 但他们公司业务太多 对我这样一个小角色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娄潇潇也一直没有告诉王成调查公司的事 一年前 露露来城楼投资公司面试董事长秘书的职位 本来面试不是娄潇潇的业务范围 但他想要给王成找一个得力的可以全方位帮助他的助手 于是亲自抓了那次面试 娄潇潇出了一个面试题 让面试者多方位了解董事长王成 大到公司决策 小到个人爱好 露露完成的很好 从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当时娄潇潇并不知道 这道帮助露露了解王成的面试题 为他们的婚姻埋下了巨大隐患 那时的露露还是个热情积极的小姑娘 很自信的跟娄潇潇回复说 小小姐 我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了 娄潇潇有随手记录的工作习惯 用录音笔录下了这一段面试过程 半年前 我在调查客户委托的一个单子时 无意间发现了王成的出轨 出轨的对象正是露露 娄潇潇对王成感情深厚 又不愿影响公司业务 一直按兵不动 直到上个月 露露从公司离职 娄潇潇在一个合作伙伴组的饭局里 认识了小姬 后来我查到 那次的饭局 是王成示意那个合作伙伴组的 她的目的就是让小姬接近娄潇潇 小姬以工作为名 加了娄潇潇微信 起初小姬对娄潇潇吁问暖 并且日日献殷勤 娄潇潇不厌其烦 告知了王成这件事情 对方不以为意 娄潇潇感到疑惑 却也没有多想 直到那天 王成找到了我 让我去查娄潇潇出轨的证据 我大胆猜测 小姬是王成故意安排在娄潇潇身边的 目的是为了诱导娄潇潇出轨 以便将来离婚时 她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娄潇潇不信 她心中始终对王成 还保留着一丝希望 甚至还找了露露谈话 希望露露可以主动离开王成 除了咖啡馆那次 娄潇潇还见过露露另外一面 王成喜欢钓鱼 此前她经常假借钓鱼的名义 去跟露露优惠 于是娄潇潇刻意约露露去南湖水库钓鱼 目的就是提醒露露 他们的事情她都知道了 娄潇潇说 鱼上钩了吗 露露说 上了 咬得死死的 先稳住她 还没到时候 什么时候动手 到了合适的时机 我会叫你的 我把这段钓鱼的对话 和之前面试的对话 采剪拼接了一下 做了个假录音给王成听 王成听完之后 果然和露露分了手 原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没想到的是 小鸡的行动依旧没有停止 她依旧对娄潇潇异常殷勤 甚至复刻了很多以前王成与娄潇潇谈恋爱时的桥段 企图打动娄潇潇 这些当然也都是王成教她的 娄潇潇想看王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假意接受小鸡的嗜好 小鸡得寸进尺 那天在小区门口报了她 使她十分的恼怒 决意不再继续跟小鸡联系 就是这时我查到了小鸡 是王成的足弟 以及小鸡手机里的秘密 我觉得继续下去 风险太大 劝她罢手 娄潇潇心中复仇火焰已经燃起来 没听我劝阻 决心将计就计 之后娄潇潇故意表现出对小鸡是好的样子 为了安全起见 娄潇潇在自己经常出现的地方都装了监控 甚至把行车记录仪也进行了改状 10月15号晚 王成返回小区 在娄潇潇的刹车上动了手脚 10月16号 娄潇潇生日那天 小鸡约了娄潇潇共进晚餐 出门前 她说想试驾一下王成的白色奔驰 娄潇潇没防备 便开了那辆奔驰出来 晚餐时 小鸡在娄潇潇喝的饮料里面下药 之后把她带回了小区 之所以没有在外面随便找个地方下手 是因为他们早就安排好了替罪羊 也就是我 小鸡进了停车场之后 王成发消息喊我过去 而与此同时 停车场的小鸡掏出匕首 准备当场杀了娄潇潇 王成则一直躲在地下车库的角落里 娄潇潇死了之后 她就会第一时间去喊保安 将随后赶到现场的我抓个正着 这个计划如果成功的话 我就会成为无可辩驳的真凶 只可惜 娄潇潇根本没有喝下那杯下了药的水 她是装出来的 小鸡掏出匕首时 她奋力反抗 可还是腰部被刺了一刀 正当小鸡想继续醒凶时 我赶了过来 小鸡慌忙逃跑 一直躲着的王成 见小鸡失手 趁我在帮娄潇潇查看伤口时 偷偷在转角处撒了钉子 奔驰被钉子扎破了胎 我们就不得不去开娄潇潇那辆红色mini 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 那辆车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 在等着我们 如果不是我当机立断 也许我和娄潇潇早就命丧黄泉了 正如娄潇潇所说 这世上最可怕的是人心 王成入狱那天 娄潇潇和他正式离婚 财产和公司都归娄潇潇 娄潇潇成为了成楼投资公司的新董事长 上任那天 他特地找到我 把调查公司解散了 我公司执行总监的位置空出来了 你顶上 好的老板 这几个月公司的事情 你来处理 我呀得出去旅游一段时间 我点了点头 我知道 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太大 我开着娄潇潇的那辆修好的红色mini 亲自把他送到了机场 分别的时候 他突然问我 你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不肯换辆好点的车吗 我摇了摇头 他说 结婚时 王成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买了这辆车给我 我当时觉得 他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老板 给你糖吃的人 也可能在糖里下毒 娄潇潇叹了口气 我走后 你把这辆车卖了吧 说完这话以后 娄潇潇拉着行李箱 头也不回的 朝检票口走去 真实中外罪案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